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给我们大家讲到 恶不及不足以灭身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作恶 很多人作恶 都做到了这种机制 做到了这种机制 所以把自己就害掉了 这一段告诉我们大家 耸服的三种表现形式 感谢小木头 第一种告诉我们 贵人就远离了 第二种财就不拘了 贵心就变成什么 贵心变成货心了 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交往领导 送礼行徽 仗着领导的权势 欺压百姓 最后被中机又收拾 靠山变成货山 最后出了大问题 这种例子特别特别多 特别特别乱 我们经常遇到很多人 开始你认识哪个领导 关系很好 那领导一坐监狱 他也进去了 领导倒了 把你也给领导了 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贵心变成了货心 贵心变成了货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告诉我们 财的第二个意思呢 本来是给你送一个 宝贝性的人才的子女 因为犯邪音 亏效 让你的孩子干什么 变成了败家子 完完全全变成了败家子 钱是五家共有的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都爱钱 钱是五家共有的 大家认真听啊 第一天灾 第二各种意外在害 对不对 第三盗贼 第四不孝子孙 第五是官府 这是五家共有的 你要是亏了笑 犯了邪淫 首先把你这个 宝贝性的人才子女 变成了什么 不孝子孙 把你的钱财败光败尽 败光败尽 我们想一想 第一把财败了 财上就是两败 上把贵心变成货心 把宝贝性的人才 变成了不孝子孙 我们今天就全部败完了 那紧跟着是什么 第二个干什么呀 败负 让你负开始要败 你可能过去是上市公司 先把你给抓进去 慢慢让你这个企业都消耗掉 没有了 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 说没就没 你要是在国企 你要犯了亏效 犯邪淫 贪污 让你的企业亏损 让上面领导查你 你看看 负先败了 再紧跟着 第三把 贵也败了 别人本来对你很忠敬 现在一说 那是个贪污犯呀 那是个脏官呀 对不对 抓进监狱 你爸你妈本身也被人忠敬 一说你看 我儿子是某某领导 现在一出门 别人就说你看 他们要了那个 进监狱的儿子 那真是丢人现眼呀 你看 贵也是了 不受人踪敬了 这是由贵变成贱命 我们想一想 可不可怕 太可怕 太可怕了 我们今天学习是 由贱转贵 由穷转富 我们很多人是 由贵转贱 由富转穷 这种现象特别多 太多太多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懂得避开的 为什么说 钱是五家共有 你今天有财钱 水淹了 地震来了 你的财产没了 意外事故 有些家庭因为出一个车祸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对不对 第三盗贼呢 贼把你偷了 我都碰到那个新闻 贼把一个官员给偷了以后 牵出了腐败 官员也倒了 第四 你今天赚的钱非常多 子女不孝顺 给你败光败尽 第五 你偷税漏税来的 你欺压老百姓来的 一旦被抓 所有的钱化为灰烬 与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你认为你今天赚的钱 只要是来路不振 五灾共有 不是你的钱 我遇到省部级干部干什么 孩子吸毒 别人不敢欺负他 孩子欺负他 让他丢人现眼 所以说 今天我们做事 不要做过头 直播讲的朋友们 人在做事 天在看 我们真要懂得 真要明白 我们仅有的就是 把良心 我们翻出来 把良心真正的翻出来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的 一定要明白的 真正懂得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原来 人生都是自己可以控制 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是不是 我们今天把自己不管好 我们今天 对不对 有太多太多的人 做事情非常的过分 是不是 是不是 男人乱搞 女人乱搞 酷腰带松 不顾忌 人伦 不知廉耻 都是昧了良心 缺了大德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明白 对女人来讲 干什么 女人看上男人的钱财 不用犯 你还没有想嫁给他 没有感情 你只要看上这个人的钱 你就想跟他上床 为了利益 男人看见这个女人漂亮 管不管人家有没有丈夫 就破坏人家家庭 我们今天把自己本有的那点赛 磨灭掉了 把我们饿呀 完完全全 就出来了 我们想一想 你有女儿 你过去嫖人家女儿的时候 那别的男人嫖你女儿 你难不难过 你要再嫖人家的女儿 人家父母也很难过 要不古人在讲 劝金君莫留 这个风流债 欠下债来有人还呀 真的有人还呀 谁还呀 男的欠债 你老婆还 你女儿还 有的你儿子还还 对不对 女的呢 你丈夫还 你儿子还 你家家里人还呀 就是这个道理呀 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阿罗汉能看五百事 看过去自己所犯的恶事 尤其看到在地狱里面 所受的罪 毛孔都会出血 我们是看不见的 不懂得害怕这个凄惨的这种果呀 我们今天随随便便丢人现眼 给人当小三 我们错到极处了 我们古人才讲 冥冥之中 犯邪淫的人上天总是安排 邪淫之徒的妻子女儿子孙去还债 幼绝其后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都知道 商朝的周王 风声绑上的周王 在女娲大殿写露手 女娲娘娘派了个狐狸金苏大鸡 我们看 几百娘的江山 在他手里成了什么 把自己的子女都要杀光 太太杀光 国家败光 他就写了首银诗 就招致如此大祸 人家是国王 如此大的福报 我们跟人家如何相比 我们自己想一想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国都败了 对不对 要不我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学习 运气提升法则 人如何让我们运气提升 我们随手自查 手册 我们随手自查手册 我们查一查自己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李某迪 国际性的音乐人才 一个嫖娼 把自己害完了 祖宗之人 让他丢尽了 在世父母 无有颜面 吴某凡呢 我们也自己看到 一个选妃 嫖宿幼女 都被检察机关 批捕 人家比我们 帅呀 比我们有钱 人家是顶流啊 但是一旦犯了 这样的事情 我们本是没有人家大 我们犯错误 比人家厉害呀 我们有什么资本 我们把自己变成破血 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公共汽车 我们大错特错呀 错得离谱了 真的是错得离谱 我们今天 修生得寿 修心得禄 修善思维得福 我们今天彻彻底底管住我们 我们不是顶流 我们不是明星 我们没有人家帅气 没有人家有钱 但是我们今天 做错事犯邪音 比人家还厉害呀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有什么本事 你说我们没有本事 对不对 我们想的那些歪点子 我们说的那么多的坏话 我们做的那么多的错事 我们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今天想一想 对不对 我们今天 靠自己呀 我们今天 把自己的自身的缺点 彻彻底底的改正 彻彻底底就完了 我们真要懂得以后 我们就清楚了 我们今天这一生 不需要找大师 不需要 来 找这个找那个 我们找自己就行了 只需要找自己就行了 求自己 彻彻底底的改变 感谢小木桶 我们今天真要懂得呀 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 受的苦果 原因在哪里 很多人受了苦果 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这个非常可怕 我们今天财败了 命也败了 运气也败了 所有的好事 好福 好人 与我们都没关系了 让我们今天越来越倒霉 我经常说啊 倒霉不怕 最怕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倒霉 我们今天学习这一堂课 就是为了 挖地三尺 找出罪源 把我们思想里面的罪源挖出来 把我们心里面的罪源挖出来 行为里面的恶源 我们挖出来 彻彻彻底底的大便活人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有时候把这本书看完 我们对自己呀 恨不得抽几个大嘴巴子呀 过去的自己 为什么就不是人 对不对 我们今天太有才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坏的这种才能 完完全全用了出来 没走正道啊 我们今天幸亏遇到了倒霉的事情 把我们叫醒 不然的话 我们不知道要殃及多少人 我们今天错了 我们今天给自己挖坑 我们给自己挖了坑 让自己倒了霉 我们还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呀 说心里话 我们今天一急一躁一生气 心中常起恶念 恨人脾气暴躁 我们等于上了贼船呀 这不是贼船 这是地狱的船 这是不回头的船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感谢信心之火 我们今天错得离谱啊 我们古人为什么 棒喝我们 让我们不要犯他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今天我们给自己造了一艘 不回头的船 给我们造了一艘 不归的路啊 我们今天知道自己错了 自己知道自己不对了 我们能修身就能得寿 把我们身上恶的习为 全部给他改掉 把我们身上不好的这种恶习 全部改掉 我们不要拿我们这个身体去做坏事 做丧尽天良的事情 做缺德的事情 孝经上讲 身体发福来自父母 何曾感伤 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 来自于祖先 我们不能丢人心眼啊 我们今天学习 要修心就能得路 把我们的恶毒心 恨人的心变成 宅心人后 你的路 路就是社会上的地位 修善思维 你就得福 为什么人一看相说 算卦的一看 这人是好相啊 这人是好命啊 对不对 你的善思维变成了 恶思维福就失了 心变成恶心路 就失了 生变成恶 生寿就失了 福露寿 你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只能避开 吃喝嫖赌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要避开呀 好吃好喝嫖赌啊 我们守好 孝顺父母 这个开启万福之门的钥匙 远离企营这个开启 万恶之门的钥匙后 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 自己的命运和财富 包括设计掌握 我们的子孙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今天这一段话 告诉大家了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总结呀 我们避开吃喝嫖赌心 我们守好 孝顺父母这个 开启万福之门的钥匙 竞技好 远离范协盈这个 开启万恶之门的钥匙 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 自己的命运和财富 我们要下功夫呀 今天不要去放纵 今天不要去 让我们自己 不懂得 不明白 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自查 看我们哪里错了 心动 把恶道出来 行动 把善落实下去 要不我经常说 我们今天命运不好 运气不好 与房子没关系 与房子没关系 与祖坟没关系 与八字没关系 与大师没关系 与信仰没关系 我们会怪怪谁 怪自己呀 不会怪了我们才 推卸责任怪别人 我们甩锅 我们又怪 房子风水不好 我们家祖坟风水不好 我命不好 我名字不好 我八字不好 甚至还说到 哎呀 我手机号不好 我们听完以后 无语啊 今天甩锅甩的 我们不知廉耻啊 对不对 我们就不想想 是我们自己不好呀 与命有什么关系 与风水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呀 我们回头想想 哪一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会偷东西 不会呀 哪一个孩子生下来 就会喝酒 他不会呀 哪一个孩子生下来 就会犯邪 他不会呀 小孩子生下来 天真无邪 祝恶不会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记着啊 小孩子出生 天真无邪 祝恶是不会的 最后会的 都是后天学习的 我们今天还是要 回到我们本来的 灭目啊 回归 我们的天性啊 对不对 所以说小孩子生下来 天真无邪 祝恶不会 最后会了 祝恶是生染恶习呀 最后为什么 会了祝恶呀 是因为生染恶习了 赌博是后天学的 吸毒是后天学的 嫖娼是后天学的 骂人打人 也是后天学的 完完全全都是后天学的 与先天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正要懂得 正要明白 我们今天就彻彻底底变化了 最后的助恶 是生染恶习 那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看出来 那谁生下来都是好命 谁生下来都是好命 都是好命 最后不好的命是我们恶行导致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好了 是恶的行导致的 恶的行导致的 决定是我们恶行导致 与人家生下来没关系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生下来都是大富贵的人啊 你们生下来都是 天真无邪 助恶不会 天真无邪 助恶不会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最后为什么助恶都会了 后天学习的 完完全全学习了 彻彻底底学习了 让我们懂得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清楚 我们今天错在哪里了 对不对 那谁生下来都是好命 最后不好的命是我们恶行导致的 决定是我们恶行导致 与人家生下来没关系 与爸妈没关系啊 我听完好笑 要不有人问我说 秦老师 你看我们家孩子怎么样 秦老师 我们家孩子这不行那不行 我听完我就觉得好笑 为什么呀 我在直播 我连你们看都看不见 你们光能看见我 你们生的孩子 你问我你孩子怎么样 那不是可笑吗 对不对 我听完好笑 为什么笑呀 你自己留的重啊 你自己种的阴啊 还问我你是种的什么阴 这不可笑吗 就像你自己剁馅 自己和面 包了一个包子出来 你烤我呢 秦老师请问我这是什么面 什么馅 我听完不可笑吗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 你种的什么阴 结的什么果 你不知道 你问我 你考我呢 我才不知道呢 我们今天想一想 是不是好笑 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们要是真正能修了身 修了心 修了善的思维 我们人生道路上 才能真正幸福 真正快乐 家族又真正兴旺了 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修身啊 不邪淫 不偷盗啊 修心啊 不怒恨怨恼烦烦呀 修善思维啊 珍惜啊 感恩啊 理解啊 包容啊 我们今天想一想 就是这个道理 修了善思维以后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才能真正幸福 真正快乐 家族真正的兴旺 家族真正的兴旺 不然的话 我们所做的恶事 都是现得现报 现在报应很快 报的确实非常快 没有说是这个报了 我看不见 最远报在孙子上 你都能看到 这就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的原因 我们先想想 吴某敌 对不对 遇到一个都某竹 马上就进去了 吴某凡 李某敌 对不对 就是一个嫖娼 朝阳大妈 直接就给弄进去了 报快不快呀 太快了 快的迅速 马上赔钱 马上所有事业 终止 我们自己想一想 出大问题了 为什么说 现在富不过三代 在你第三代要报 我们看 这是第三代报 为什么 我爷爷见光立业 是不是 做了善事 我在我作为孙子手里面 这是善报出来的 我这等于是什么 是贱命做了贵事 为什么是贱命 没文化的农民 然而在任何地方 官员也好 学者也好 老百姓也好 对我都很欢喜 对我也很忠敬 他们就因为关注秦东魁 经常在网上看我讲课 对不对 也搜查 他爷爷在干什么呢 他我爷爷也在网上被人关注 爷爷也是受孙子之名 要不古人讲 祖宗虽远 欺德不能不扬 我每年在我的公众平台上 都会纪念我的爷爷世界 写一篇文章 大家因为我而关注我爷爷 所以我爷爷关注度就高了 你看看 这叫隔代收服 完完全全隔代收服 真明白 真懂得 真清楚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今天不能做这些事 我给大家讲过 我在北京碰个老板开购物厅的 养了400多个小姐 三个股东 其中两个股东都知道 其中一个还关系非常好 大股东因为开车 这已经死于车祸了 二股东出什么事呢 自己在里面找个小姐 跟人家同床共整 他儿子不知道 也和这个小姐上了床 这个小姐竟然也不知道 这是他儿子 当父子两个人 同时发现是同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23岁的儿子羞愧难当 在北京的白泽湾 一个小区 11楼跳楼自杀了 这都是真实的情况 在北京发生的 父子两个人 同时跟一个 小姐上床了 相互都不知道 这女的也不知道 三股东怎么样呢 被抓进去了 对不对 这都是真实的例子 我们古人有句话说得好 当局者迷 当局者迷 很多人做了错事 并不明白 我们今天学这一堂课 我们今天在学习 运气自查法则 我们今天的运气好坏 自己查一查 我们自己自己查一查自己 我们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为什么运气好 为什么运气不好 经常信 反省 审思 错的立即改过 对不对 善的呢 我们继续保留